NEO聊世紀 天行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 蒙古人對上吸吸引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灌木林地圖 這場比賽也是帝國爭霸 帝國戰爭模式 這個比賽模式一樣是開局28春 封建是在開始 這場地圖在我們前幾天也有看過NBLGramm Viper打過 這個地圖重點就是有非常多的果子可以吃 吃到這些果子經濟加成是相當不錯的 可以看到希希里人這邊也是一堆果子 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文明 希希里人最大的特色是開局會給100石頭 但是它的成肉是175石頭 所以一樣插討只能插一根而已 前期的部分 那希希里人他的軍事當費 有33%的額外傷害減免 不管你是要出強母或是騎士 遇到戰毛兵或是槍兵 都有減免33%的額外增傷效果 那希希里人經濟加成 要到城堡是在中後期開始 才會比較明顯 前期的經濟加成可以說是0 那在帝國戰爭裡面 算是比較好的文明選擇 因為希希里人可以直接跳過前期的經濟加成 沒有太多的情況 可以直接升到城堡時代二農二目開始 那他的經濟狀況可能會比一般的模式來說 還會再更好一點 那這邊看到希希里人一開始就爆馬 道特這邊是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在這次改版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刺口到城堡時代開始 自動就會加20%血量 而不是30% 但是不用是鬧輕騎兵 就會有額外的增加 所以道特選擇蒙古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蒙古人來說 在以現在版本來看 有些人說是Nerf 有些人說是Buff 那就要看他們打這個封建時代 有沒有多用這個肉碼 那瘋牛時代有多殘血肉碼去打 那道城堡時代 可以延續這個肉碼的優勢 不用再強迫自己1.7騎兵 才可以升級這個30%血量加成 算現在是20%而已 所以說是Buff 也算是Nerf 算是平衡蒙古這個文明 那這邊看到 道特這邊是按了幾隻槍兵 前期的部分應該都是小打小鬧 道特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喜喜倚人 這邊是決定要來吃果子 那這張地圖 也有看過這個全吃果子的這個玩法 好 這裡是決定直接硬上 槍兵直接被收掉一隻 但是剩下的肉碼都殘血掉了 喜喜倚人 點一下城堡時代 好 這裡來不及收村 肉碼直接活得出來 好 兩邊打的算是比較偏濃啊 沒有太多的這個打鬥 好 道特這邊是決定是要肉碼開局 那喜喜倚人 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肉碼開局 好 登到城堡時代的蒙古人 決定是要打草原騎兵開局 那喜喜倚人是騎士 好 馬就開 找了草原騎兵 那現在草原騎兵 跟以前的版本來說算是減少了 只有92滴血 那一般來說的話 那30%血量是98滴血 差6滴血其實也不會差太多 但是多出的話就會差很多了 好 那喜倚人 這邊是點下了二級挖精 準備要來爆騎士了 挖精這麼早點 這意味著他的黃金要多採 然後多爆騎士 那城鎮中心哪時候開呢 這個就有點疑問了 畢竟他這邊是賣石頭 上城堡時代 所以現在要開TC 非常困難 那線上城堡時代也比較安全 也比較安全 人要活下來才能輸出 好 有騎士的CC一人 暫時問題不大 也不太怎麼怕駱駝 而且CC一人城堡時代 4K打贏駱駝的 這就是CC一人傷害解減的效果 非常強大 好 這邊DOT的使用從石兵開始拉打 瘋狂 瘋狂拉打點打當中 但是最後好像被CC裡直接無情硬貼 但貼到後面 CC一人的騎士好像打到有點頭禍洗流 後面有補一些騎士過來 DOT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草原騎兵過來採醒了 好草原騎兵只要有操作的話 是連騎士都能打得贏的 但是如果不操作正面硬打的話 是完全打不贏騎士的 所以DOT要盡肯的去做拉打 很多拉打幾次 我對自己的優勢非常大 這也是一攻一防 好 謝謝一人 直接無情開A 我就管 你到底有多少草原騎兵 往前A就對了 反正要操作的人是你 不是我 好 那謝謝一人 這邊是一定要補一個 花個黃金去買石頭呢 買個100石頭開TC 本來現在DOT已經3TC開攏了 基本的3TC 三個承認中心 就可以按著村民按得很快 好 DOT這邊是繼續出草棋 草棋現在出到了16隻 好 比較越多 那基本上草棋有20隻喔 拉打的這個效果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DOT這邊目標 應該也是要撐到20隻才對 好 這邊過來看一下 欸 對方出一隻三驢 那草原騎兵也是相對來說 跟騎士比起來 不那麼害怕的招翔單位 被招翔的話也可以很快解決掉 而且被招翔的話也是減40黃金而已喔 不像騎士喔 直接損失了100多的這個資源啊 騎士還是比較貴的 好 那這邊草原騎兵是 4隻 欸 4隻囉 準備要來升到20隻了 OK 這樣就有20隻的數量 有20隻的話 稍微緩一緩 待會再開個TC如何 還是要開始轉這個 萌果圖技呢 好 DOT這裡沒有打算要轉兵 繼續產出草原騎兵 那這裡二宮要找個機會點下喔 有二宮的草原騎兵 傷害力是完全不同的 好 西西里這邊單TC 屯一波騎士 可能是想要一發帶走 DOT這裡 DOT這邊可能要挖個石頭 插個城堡 會比較好一點 但西西里人 好像也要硬上了 這裡有點緊張 兩軍準備要來對峙 兩軍準備要來對峙 好 DOT這邊著想一下 逼退了敵方 西西里人 這裡的騎士數量這麼多 DOT應該有意識到 對方是單TC 但是現在兩軍的經濟是差不多的 西西里人 點下了二級 馬凱 DOT這邊是挖石頭 三個人挖 並沒有太多人 好 那西西里人在等什麼呢 在等自己的科技嗎 二宮再找機會點下 欸 結果是先點了首推車 而不是二宮 這就有點奇怪了 單TC的話 照理來說 攻擊力先點好 比較重要 畢竟一波打下去 有二宮 是差很多了 好 DOT這邊也是喔 轉了一些駱駝 好 草原騎兵 正式往前 全體租出 但是有一些騎士 跑到了後方 這意味著 騎士的攻擊範圍也開始變大 DOT利用這個高地 想要反擊嗎 沒有喔 選擇直接往後拉走 正面打起來 11人的騎士 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好 駱駝出了 好像有出更沒出一樣 完全扛不住 11人的騎士傷害 好 左邊這隻村民 能救的回來 後面聖旅招翔一下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好 駱駝趕快出來擋一下 這一波打下去 DOT可能會損失慘重 好 騎士椅人 這邊騎士直接上前往前貼 也沒有多多太多的操作 後面神女過來招翔一下駱駝 好 駱駝不起來 騎士椅人的騎士 還是站上了風 好 正面打完 DOT這裡草原騎兵沒有拉打 打出了正面 好 駱駝過來救一下 哎呀這個槍兵 有點難控 好 好 騎士繼續往下走 這邊的草吉奇應該是沒救了 現在草原騎兵還是要趕快繼續量產 好 騎士椅人 這裡抱了更多騎士 往左邊走 DOT這裡村民數是92村 對上騎士椅64 目前還是DOT 出了民數優先領先 按這分數稍微輸給了 騎士椅人 因為騎士椅那邊打贏的草原騎兵數量比較多喔 好 好 DOT這裡是繼續使用草騎 加上駱駝 森女 繼續防守 現在對手有騎士上的數量優勢 好 但騎士椅人好像有點受不了 開始 轉出了城鎮中心 用這一坨騎士去騷擾 可能這時候才意識到 原來DOT不是單TC啊 村民原來已經這麼多了 好 那這一波你就要衝進去喔 抓幾隻村民喔 抓到的話 才能挽回現在村民烈士的局面 好DOT這邊用了一擊射 增加一下城鎮中心的傷害 當然就是6點傷害啦 打這個騎士才會射兩滴血 不然沒有點一滴血的話 要什麼射都是一滴血 要射兩倍的時間喔 非常久 好 最後用紙人的東西 解掉 這裡要再收村一次 把殘血的收進去 滿血的放出來 好 草原騎兵 最後是解掉了 家裡騷擾的騎士 好 前面4TC 95吋 對75吋 騎士椅人落後20吋 騎士椅人這邊的進攻 可能不能停滯喔 要繼續往前 能多抓幾吋就抓幾吋會比較好 不然現在繼續打下去 臭民術會非常落後 經濟是完全遮不到DOT的 好DOT這邊開始轉城堡 準備要來轉蒙古突進 原來再繼續打草原騎兵的話 可能優勢會慢慢消失喔 因爲士椅人城堡時代 還有鎖指甲這個科技喔 遠防可以高達再多兩點 近戰防御會再多一點 整體來說讓士椅人防御提升到 非常高的一個檔次喔 那蒙古這邊最大的殺傷利息 還是馬攻單位喔 畢竟有這個攻速加成 蒙古突進行傷害可以高達12點 那這樣反之回去的話 就不會太差 前面再出些洛馬或是駱駝 擋在前面喔 可能會更好 好DOT這邊點下了二級色 蒙古這邊要點的東西非常多 待會還要點個 徒指環 還有這個安息人戰術 彈道學 化學 三級色 要點的科技非常的多 那這邊就是蒙古轉型 最大的問題喔 這個很容易在轉型的途中 被對方一波帶走 我們就來看一下DOT會怎麼打 蒙古這邊的轉型流程 好DOT利用了幾隻草原騎兵 去對手家裡看一下 那是西式蟻人 也是有繼續出騎士的喔 出到了26隻 好趕快派一些騎士往右走 沒有意識到後面騎士有非常多的軍力 西式蟻人直接被屠殺了一堆村民 這裡的洞就還沒有補好 哇這些村民開始沒救了 好有一隻村民走到裡面 好這個騎士怎麼要走不走的 這個操作上好像出了一點問題啊 好草原騎兵先解決掉落彈的騎士 四隻騎士直接倒地 但是後面大局已經熄來 浩和也補下了帝王時代彈道學 好現在囤蒙古突擊 是需要耗費資源跟時間了 這裡補下一根城堡 請確保下石頭跟黃金的所在地 四星蟻人 帝王時代也補下 還有三分鐘時間 兩邊差距只有30秒而已 村民差距現在來到30村了 DOT還是有明顯的資源上的優勢 但是資源領先只有領先1000資源而已 因為西式蟻人中後期的撒田優勢 開始明顯感受出來了 這個農田可以吃的非常久 人家撒了兩次農田 他只需要撒一次 省下的木頭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OK西式蟻人 這裡是點著帝王時代 需要一點時間 看到這邊轉蒙古突擊有什麼想法嗎 還是要打算直接鎖之甲騎士打到底呢 西式蟻人打蒙古來說的話 其實也可以繼續用鎖之甲騎士壓制敵人 蒙古突擊用鎖之甲騎士是打的贏的 所以如果你不太會轉兵的話 西式蟻人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比較全面性的無腦爆騎士 就可以反打對手的一個兵種 可以用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打這個重裝駱駝 數量一多起來的話 也是可以打贏駱駝的 好 道德這邊是轉出了手推車 好 鎖部突擊繼續出 這時候對手打出了WTF 道德打出了11 尖笑聲 為什麼要打出尖笑聲呢 家裡是出了什麼事情嗎 好像沒什麼事情 蓋房子蓋到他家門口 他一定覺得這什麼意思 怎麼我家裡多了一些敵人家的房子 好 蒙古真兵點下三級色 怕血待會再補一下 好 謝謝蟻人 也補下了一根城堡 至少要點個真兵技術 還有手指甲科技 重裝騎士 要趕快補一下 OK 馬上補下了 好 左邊也有少量的蒙古突擊 7隻 右邊的話是7隻 兩邊都是7隻的數量 好 精銳蒙古突擊點下 還有拇指環也點了 謝謝蟻人 不能讓對手有這麼多的空窗棋 可以點科技喔 不然待會科技震全程醒了 自己的騎士就大難零頭了 好 這裡的騎士數量比較多 三級馬鎧還有20秒 重裝騎士提升了上去 好 三級到精銳蒙古突擊 現在打騎士就很痛囉 那蟻人這裡要等三級馬鎧好了 還有這個鎖指甲 提升上去喔 再進攻會更好 不然現在一直被走 欸 這個騎士血量掉的還是有點快 好 鎖指甲 停下 好 但是道特已經在用蒙古突擊 偷換一下重裝騎士的數量 好 這一波道特正中西往前 送掉了一些草原騎兵 但是也換掉了一些騎士 好 這邊再拉打一下 左邊這一坨蒙古突擊快成型了 20隻的話 就可以很輕鬆的拉打這一坨的 重裝騎士了 好 但是鎖指甲提升上去 現在道特要去反擊這一坨的騎士 不太容易了 量至少要來到30隻喔 甚至40隻喔 才會更好拉打 好 這裡草原騎兵 再出了幾隻 但是現在要全出蒙圖了 從不途徑 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數量 最近應該點多點了 只差這個弓兵鎧甲二級的沒有點 不然他的傷害已經來到最高峰了 8加4 拇指環 什麼都有 安息人戰術也有了 好 接下來就是西西人的挑戰了 要怎麼打贏這一坨蒙古途徑呢 這邊讓我來說 西西人是落後的趨勢 已經輸了6000資源了 剛剛只說1000 現在輸了6000 資源的差距有點大 但是蒙古途徑成型也是需要這麼多的資源 所以現在兩邊有點誤誤開 到此要繼續延伸自己的優勢的話 這邊拉打 還是要拉得好一點才行啊 好 但騎士沒有打算要離右邊的位置了嗎 這裡挖金礦物村被騷擾 騎士繼續往前 沒有打算要撤 只會往前A 這裡蒙古數量損失有點多 走到城堡裡面 用城堡去射西西里的騎士 也是相當不錯的 好 這裡有一個村民有點 不知道該去哪 直接衝到了騎士的正前方 但是這裡肉中其實有點愧不成軍 趕快往回拉鎖 好 這裡再補下新的城堡 補下了馬丘 這裡也沒有打算要轉槍兵 不轉這個重裝長槍兵 但是所以一定要轉肉馬 這個肉已經突破天際了 63個吃肉的 這個是種田嗎 還是有吃果子 應該是有吃果子 好 這裡的資源量非常多 出一點肉馬 打大肉馬 躺在前面 也是一個不錯的肉盾 好 那是他的肉馬 只有2級馬凱 但是有這個血量加成 一樣是30% 血量高達118滴 非常可怕 草原騎兵 這個血量可能會 好像是120左右 所以蒙古人的草原騎兵 跟大肉馬 其實是很適合當作前排坦克的 而且是蠻半用型的 好 血量我是認為大於防禦力的 所以有這個血量加成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希希琳他不只是可以擋騎士 也可以擋下遠程單位 血量多的話 還是能擋的 好 造成這邊是決定正面高地 用蒙圖原地射擊 等希希琳騎士包夾上來 想要直接擊破這一坨的蒙古途徑 希希琳這一波判斷相當正確 確實A上去就完事 這個文明就該這樣子玩 但是道特這裡也是打一個多線 這一坨的草原騎兵 加上蒙古途徑 已經要來深入敵軍領地了 但是希希這邊也是 我突破你的左邊正面 這裡我要開始分隊去抓你的村民了 好 道特這一坨 蒙古途徑進來 讓希希人被迫大量收村 這裡至少20隻的村民左右 被迫回家 草原騎兵加上 還沒有草原騎兵 大漏馬配上蒙古途徑 繼續反擊加里的騎士 這座騎士有點難解 但是蒙圖這裡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避上一大堆的屍體 但是道特的村民術也損失了非常多 兩邊互皇多浪 52對47 最後用這個大漏馬配上蒙圖 終於解掉了 希希人這裡被迫 慘了一隻騎士 在家裡防守 這裡直接鑽一個小樹洞 小樹洞 又很實用 這裡騎士甚至還打不到 躲在這裡的草原騎兵嗎 有點慘阿 現在希希人支援完全見底 好 道特這邊點下了三攻 大漏馬升級也準備提升完畢 有三攻之後 大漏馬打村民也只需要四刀就可以搞定了 沒有三攻之前都是要五刀的 好這裡的草原騎兵 沒有打村繼續出 希希人的重裝騎士 全部損失殆盡 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道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道特的算量有一度草原騎兵 蒙古圖祭被收光了 但是最後還是爆出大量草原騎兵 不是草原騎兵 蒙古圖祭出來 怎麼一直講草原騎兵呢 那由於道特這邊經濟非常好 黃金礦一直有控制 那這樣地圖的重點 就是家裡的黃金吃完了 一定要到這個側面挖黃金 才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自己的黃金兵 希希人沒有注意這個細節 雖然左邊突入進去 但是右邊的黃金 一直被道特給控制住 所以造成希希人這邊斷局 只能打出GG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下了 1萬資源的勝利了 這多引1萬資源 藥術也很困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太阵我是 bounds 每天 Bone 各個路 這邊 Num慎 趴折 career